真正真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兵归心描迷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描迹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描迹胜 谢谢黄院长 我个人是非常接受 著名的学者杜甫乐他的三个概念 第一个是在1970年 他写的第一本书 就叫做《未来的冲击》 所以这个《未来的冲击》 大家在那个时候 一看都觉得说 未来怎么会这个样子 走了1980年 第二本书就《第三坡》 就《第三坡》 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第三本书 1990年 就所谓大未来 美国卸任的副总统高尔 他领导的 研究所谓的气候的这个小组 也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认为说我们未来的很多的变 一个是我们都当作受别人影响的被变数 我们没办法就是别人怎么变 我们随着别人怎么变 但是另外一个 就你本身可以当作自变数 你可以去发挥这个影响 师父他每次都这么告诉我说 我就逛逛做了 老祖叫我做啥 我就做啥 那事实上 黄议长说对了 事实上老祖都 我的感觉 老祖是常常在他的身上 在座很多的学者教授们 一个礼拜上八节课 教授的终点数 很多人说很累 副教授九个小时 助理教授八个小时 讲师十个小时 师父常常一天就从早上 坐在这个座上 讲到晚上 有时候就讲了半天 然后又到外面的道场 又去上课 接着又是露营 我常常要做笔记 虽然看起来 我很多人说 我准备了多少年 我师父好像都不需要做准备 因为事实上 师父他有老祖灌顶 所以不错 就是师父受着老祖的物托 带领的现实社会的大众 大家走得正道 所以我刚刚说 请各位大家 假如有兴趣的话 请看我的续文的最后 我期待着有五点 第五点 昭告世界 鬼心圣教却为 传扬鬼谷文化 精髓着新兴宗教 讲中道 调和 和平 利他 尤其刚刚所说的 明阳两界 同观照 认主归宗行大校 所以 不是 旁门 更 不是邪教 所以这一点 我要很慎重的 我从学术界来 学术界的朋友 也都可以做见证 所以我们很希望 刚刚 黄议长所提到的 将来能够 真的是在大道当中 大家 各扳演一个好的 积极的角色 共同来努力 我们希望 今天的论坛 跟交流大会 虽然是只是一天 大家也很忙碌 都能够来参加 但是事实上 就我来说 我安排个三天三夜 都排不完这些人 来跟各位大家做报告 我们希望 这样的一个场景 能够为各位所接受 而且 你也可以在这里 奉献一份的心力 我们希望大家 共襄盛举 预祝我们今天的 整个会 都能够顺利圆满 也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各位 我们因为时间 非常的紧凑 王方前天晚上 季组大典 晚来以后 晚餐期间 帮我跟介绍 几位大陆来的朋友 说呢 我主持会议 很霸气 不是很霸气 而是我非常严谨的 控制时间 因为是 那是大家享受的 如果这个时间耽误了 那就大家享受不到 时间不够用 那就变成 没有办法讲得很完整 所以请各位大家见谅 我们今天 主论第一场次 是由现在到11点50 因为我们用餐是 比较简便 万一如果是耽搁的话 顶多是5分钟 我们在12点钟以前 我们要告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 特别邀请 我们有5位的 主讲人 第一位 是杨国次 杨次长 杨校长 杨校长在我们 论文集 从第一册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控一下第四集 第五集 他都有大作 刚刚 在前面 有建议 能够股制金用 吴清基部长 今天没有来 他的股制金用 写的题目 就是 鬼谷文化 在教育行政 决策上的应用 他当教育部长 所以他当教育部长 就 他们都参考了 我们萧登虎 萧教授的大作 鬼谷之研究 的援助 所以怎么样子 把它用在 这个教育 行政的决策上头 现在我们 杨国志 杨校长 他 要讲的 就要让我们 心稍微定下来 他要告诉我们 鬼谷 文化 鬼谷是思想 在当今的 意义跟价值 就现在 用起来到底有什么 如果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我们就不必谈了 他现在要告诉我们 那么他时间上有限 我们请杨校长 文言师傅 还有我们杨院长 海内外各位 两岸的各位嘉宾 闲事同修 大家早上好 我想刚刚已经聆听了 这个几位专家 在开幕致此 很多宝贵的意见 我都有同感 那我今天 试着就 鬼谷思想的当代意义 跟价值 来做一个探讨 我不敢说 有所什么样的高论 也请各位 在座先进来指教 因为要操作电脑的关系 容我做下来 谢谢 谢谢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 就是有关鬼谷文化 这个古智金用的时代意义跟价值 那么在这个手册上 大概漏掉了 这个只是写到三 应该是 重点是在古智金用的时代意义跟价值 那我在那个论文集里边 在223页 各位可以参与 那我想今天报告的 我有感于说 最近我看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说目前台湾的这个社会 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什么 我这边写到说 生活这个奢侈啦 这个不守秩序 还有犯罪的这个层次不穷 这个还有人际关系的 这个区域冷淡 所以刚刚在致死的时候 大家也谈到那个人际关系很重要 特别是房院长 有很多宝贵的这个意见的发挥 还有缺少这个关怀 那另外就是个人的生活紧张 心情烦闷 对人生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比如说这个还有其他像交通的混乱 暴力色情 环境的污染跟破坏 商品假冒低劣 还有贪贩泛滥等失调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些都呈现了什么 这个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失序 所以因此呢 我想这个 也可以说在社会的结构 行为的模式 适应的问题里面都发生根本的变化 那我想呢 所以我想很多有志之士 在想方设法 怎么样能够消除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在这个 这个行为上 特别特别 我们说要群策群力 深入研究 来弘扬鬼谷子的思想 融入中华文化道统 的这个智慧当中 所以我们傅元师傅 刚刚几位的贵宾 也在这个部分都有所 这个启发 那么从而来 恢复民主的这个智能 振奋民主精神的做起 经有人文精神 与现代科学精神的结合 那么使得我们在生活上 能够个人保持理性 跟情意的均衡 所以今天社会上 很多不理性的作为 我们觉得很遗憾 那还有很重要的 怎么去重建家庭伦理的关系 因为很多的问题 从家庭没有好好的 这个教导好 所以社会上 大概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更进一步的 我们来发扬 弘扬鬼谷的思想 来增进社会的和谐 进而来维护社会的正义 促使人类的和平 来克尽职责 所以对于这个人类的和平 那么我想师父 还有在座各位 刚刚的贵宾的支持里面 一再一再地强调 那么今天恐怕最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对于人类的和平里面 的增进有所贡献 那么相信鬼谷的思想 应该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其次我想我就要谈到 当前台湾社会病态的一个剖析 就是许多学者看到了什么 这个社会腐化的这个现象 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导致社会可能存在下列几种病态 这是我是归纳 那么第一个 这享乐心理的蔓延 埋伏着我们下一代有所好闲 只图享受的心理危机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还有诈欺心理的感染 那么是大众对任何事物 都滋长不敢相信的心理 所以今天社会很严重的不信任 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第三个就是仇视心理的潜伏 仇视心理 导致对其他事物长存心破坏 不许摧毁 所以很多真的很不理性 你像昨天我看电视的新闻的报道 你看那几个都是新少年 拿了棍棒去把一个高级的轿车 就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道理 他只是一个刚刚讲 怀恨的心理的作祟 第四个就是待旧心理的引发 也助长了社会性情偷渡的人士 伪装残废 骗取社会的同情跟失事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到 你像现在台北 那个高车站 外面也有很多伪装的 来骗取人家的同情和失事 不过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值得我们同情啦 不过但是如果说 正常的这个作为应该是我们可以同意的 那第五个就是求生心理的低落 以致偶遇挫折 来就放弃自己 使用放弃自己的生命 甚至肝冒生命的危险 这个严重的自杀 那么另外还有些青少年 参加死亡游戏啊竞赛啊 比如疯狂的这个飙车 这个之类 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些病态 那产生了一些什么 不恰当的行为 我这边特别提出来 比如说对传宗接待 观念的反动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 也不愿意成家育子 深受家庭的束缚 所以今天台湾 这个少子化 很多说因为 年轻的这个 这个孩子 每年生的这个越来越少 所以有人说 这是国外的危机啊 因为国家重要的成立是什么 人民 靠人民 所以那大家不生小孩 那这次就是 真是一个严重的危机 然后第二个呢 对不老而获行为的效尤 大家希望呢 不必流汗流血 就能够轻易发财来享受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正当的这个一个观念 第三个对侨取强夺的向往 比如说抢劫 诱骗 敲诈的这个事件 层出不穷 那人们呢 也真的蜥蜴回场 所以就会可以看 那这里边 的确是值得我们关心 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然后第四代 对色情的刺激的追求 所谓保暖失淫欲 色情行业嚣张 那么也污染了 社会的风气 所以这些病态 真的是很值得 大家的这个 我们的警惕 尤其当前国家的这个处境 目前台湾可以说 内忧外泛 那么的确是使得我们 必须要去加以这个重视的 而这些病态 导致今天社会道德堕落 生活迷烂 犯罪增加 社会不安的根源 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 来消除这些不当的心态 那么一切繁荣进步 或者无助于生活品质的提升 实在值得我们的关切 跟省师 这是对当前台湾的一些问题 我想其次要谈谈鬼骨子思想内容的要义 这里边 刚刚刘会长也提到 鬼骨子战国时代著名的一个思想家 也是纵横家的始祖 鬼骨子 因为经常到云命山才要修道 因为隐积在清晰的鬼骨 所以自称鬼骨先生 这个先生上产于修身养性 经与心理的揣摩 特别刚刚几位贵宾都提到 心理学的这个部分 他声明刚柔应用的方法 通百合之宿 独具中间的智慧 也是先行相当神秘的人物 鬼骨子的艺术有三卷 上中两卷在讲游说时候 应该遵守的原则跟游说的技巧 那么下卷就在阐述游说的本身 也应该具有的内在的思想 涵养跟修养 那我想我个人就愿意试着 深入探究鬼骨子思想的观念 加以抽丝剥茧 那么归纳他的这几个要点 我想在鬼骨子这个书里面 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概也都看过 我就不去读说 那么把它归纳一下 鬼骨子这个书 特别的要义 充分彰显他高超的智慧 也是一部集纵恒家 儒家 道家 兵家 法家 墨家 阴阳家的思想 那融合一如的一种 全谋理论的大作 成为纵恒家的重要典籍 那么他的内容博大精深 而他以谋略为主 着重实际的方法 但是更善于探索 人的心理的特征 和心理活动的规律上 而且等等 在他的几个重点里边 大概就是说 特别劝谏 建议了协商谈判 还有一般交际 技巧的著作 所以鬼谷子的思想的精髓 在于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 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 所以他的前谋游行 常胜于不争不绝 其实鬼谷子思想当中 就蕴藏了许多 有关宇宙 人生 教育 政治 社会 人际 修身 养性 等方面的哲理 流传至今 历久眉心 所以实在有赖 我们两岸知识分子 学者专家 大家群策群力 来共同开发 探求鬼谷子思想中的 智慧的方法 来挖掘鬼谷子思想的精髓 未为精用于万事万物 好 那我想 今天重点就在谈 这个鬼谷子思想 古致经用的时代意义跟价值 那我前面也谈过 今天台湾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起 那么社会问题重生 人民生活苦闷 社会规范要失序 价值观念迷失 人际疏远 急需要去寻找 我们先胜先贤的 大智者的智慧 来指点迷迹 来指引 未来人生与社会发展的 正确的一个方向 来破除当前社会的困顿 跟人生的迷惘 那鬼谷子书中 含映着许多有关 人生政治社会的大道理 做人做事的经意 所以他的大智慧 实际上就孕育在超越 时代的哲理 历久迷心 期待我们细心地去挖掘 那所谓理不在凡 明百为真 法不再多 有用就行 但愿两岸的知识分子 学者专家 共同来弘扬 鬼谷子的思想 以他的大智慧 开启人生的心结 解决社会的难题 进而比喻于个人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 能够安身立命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那么驱散政治的迷雾 使国家安定 与世界和平 那混远禅师 得到鬼谷先世的开示跟启发 也创立台湾维新圣教 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愿 发扬一惊生生不喜的哲理 积极从事发古 古往今来人间的仇怨 致力宣扬 推动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 所以我们分眼禅师 为了进一步弘扬鬼谷子的思想 并扩大它影响的层面 所以成立了维新圣教 这个蓝天文化院 广结各领域的学术精英 社会贤达 那么研究并弘扬鬼谷子的思想 为执志来共同挖掘 鬼谷子的思想的精髓 化为古致精用 值得我们现代人们 深入学习 探索汲取和运用 第一个就是它重视以人为本 那么刚刚几位贵宾 也都提到 要涵养人性的价值 因为面对这个巨变的时代 到处能够显现 这个快速变迁 与冲突对立的世界中 有赖各国加强人文教育 力往环览 培养人们 深厚的人文素养 力求维持 人类的尊严 那是人们能够了解 社会的共同价值 与理想 肩负应有的社会责任 来建立真正文明进步的 和谐社会 或许鬼谷子思想中的 精言耀逸 就是一盏智慧的明灯 第二个 我们从鬼谷子思想的内涵 可以了解 它思想核心 在皆是从修心修口修灵开始 并依其百合揣摩的理念来行之 尤其重视以人为本 涵养心性 来维护人类的尊严 提升人类的价值 回归到人为人思想 那共谋解决当前社会 有助于消灾化解 这是鬼谷 洞察人性的阴阳百合之道 那第二个是弘扬 鬼谷子的和平思想 那么因为鬼子思想 刚刚前面谈过 身具时代超越性 还有真理的延续 那会员禅师也一再强调 鬼谷子是古代的心理学家 那鬼谷子的揣篇的核心 就是人性 所以当今世界局势 动荡不安 鬼谷子的思想 不次为谋求和平发展的 一盏明灯 鬼谷子的思想 转化为古日金用 有其时代性 现实性 急需要加以这个弘扬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混远禅师非常热心 残养推广鬼谷 先师的这个思想 积极禅返述 鬼谷子思想的古智金用 那结合我们两岸学者专家 以转化跟创化 运用多学科领域的学理 妥事来处理 并解决当今社会的实际问题 那么我想从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要尝试去化解 促进世界和平的行动方案 持续不断地广为推广 可以宣扬 那或许有朝一日 真能达成 促进和平的愿望 那第三个就是创新 创建新宗教 其能多消灾化解 那我想 宫远禅师跟鬼谷先师 天人合一 弘扬鬼谷子思想与世间 以宗教的形式来展现 辅射道场 广结善缘 弘化立身 以延续中华文化会命为忠实 所以在2015年 那么正式奉准成为 维新圣教 那我想这个 我就把它略过 各位就参见 我那个就讲好了 那维新圣教 所要发扬的鬼谷思想 是要追求天下太平为宏愿 那么荣如是道 其百家思想一如 并结合宗教教育 教育学术 以养贤蓄采 证明欲得高尚其志 天下太平为宗旨 将中华文化的道童 鬼谷思想 易经风水 古智经用 并加以弘扬与实践 希望能够 法天与圣 人际和谐 社会祥和 天下太平 那第四个就要推动 鬼谷子思想 为未来世界和 和平奠基 我想各位 刚刚他们也已经都有所发挥 那我特别要强调 在鬼谷子思想当中 其实蕴藏着教育的大智慧 强调人性的完整 人生价值 与人际的和谐 那我想这些论点 跟现代国际的组织 比如像联合国文教 教科文组织 还有欧洲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欧盟所指导的终身学习政策的核心理念 强调人文素养都是不谋而合 那我想维新圣教追求天下太平为愿景 那么把这个宗教教育学术荣誉弱 全力弘扬鬼谷子的和平思想 那第五就是善用鬼谷子的勾动技巧 化解人际的对立跟冲突 那刚刚前面也都谈过 我就把它略过 好 最后的这个结语 我们看看这个鬼谷子全书 具有超越时代的大智慧 重视人性的完整 人生价值以及人际和谐 能够深入探索人的心理特征 和心理活动的规律 那并且论述劝建议协商谈判 沟通和一般人际互动的技巧的书 所以鬼谷子的大智慧 能够妥善运用 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社会的问题 那我想我就简单报告到这个地方 敬请各位指教 谢谢 谢谢杨校长 杨校长除了第一级 是以他担任大学校长的经验 把鬼谷文化在大学治理上的应用 另外除了刚刚所报告的这篇以外 还有一篇是有关于人本人文教育 一篇是有关于终身教育 这个是他很专长的这个领域 我们各位有机会的话 能够去参阅一下 因为在这里的报告的时间 相当的这个有限 我们第二位请我们燕兆安 燕主席 燕兆安是以前在齐县旅游局 我们银梦山去过很多次 银梦山原来原来就是个大草原 开始去的时候是五龙五师都在草地上 现在变成八卦城 所以当时他是贡献非常多 那么他也在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 在大陆是他在这个领域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影响很多 所以刚刚刘静刘会长说了 他是发号司令 他是做的 他是西窝 他是这个执行者 所以我们就请他从四个面向来告诉我们 那鬼谷文化包括哪四个面向 他的应用价值何在 我们请燕子熙 尊敬的火炎禅师 尊敬的杨院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 学者 教授 各位大德 在座的各位师姐 师兄 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这个题目呢 叫做《鬼谷子文化的面向及其应用价值》 这个课题呢 刚才已经开场部分 包括刚才很多的专家 已经把它提到了 已经提到了 应该说 不恰当地说 叫做先生夺人 已经引起大家 这个课题已经提出来 我这个文章呢 在比较长 大概将近一万字 在下面呢 咱们可以呢 在咱们的古之金用论文集里面 请大家多指教 今天这个时间呢 比较短 我就简单地 把它的主要内容 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说呢 第一个 鬼谷文化 这鬼谷文化呢 我们都知道先秦 先秦诸子百家 孔子 老子 墨子等等 那么多 先秦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 那么鬼谷子呢 他的思想 他这个文化 他有他独特的地方 我考虑 我想呢 他的这个思想内容呢 他具备有很大的兼容性 兼容性 他设计的理论 设计的这个领域呢 非常宽泛 具有宽泛性 他的这个思想 对他思想后代 对他思想的阐述呢 又具有非常强的丰富性 丰富性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我们历次的这些研讨也好 这个论坛也好 我们看好多人在上面 发言很多大德 大的专家 这个大咖 他们讲的各有面向 各有不同的领域 包括今天的这个论坛 也是这样 我们看看这个 有谈鬼谷文化 在教育方面的 这个他的应用的 有设计到谈判术 有关于企业 企业管理方面的 有易经风水方面的 还有语言沟通方面的 还有语言沟通方面的 包括宗教方面的 还有养生 还有养生 等等等等 非常宽泛 非常宽泛 包括科技 好多设计到科技 还设计到环保 从大的方面 世界和平 这些和平 为什么一种思想 这么大的兼容性 这么大 这么宽泛 这么宽泛 我想这是我们这个 鬼谷文化的一个 非常突出的 那么一个特色 一个特点 刚才我们刘姓会长 也提到了 提到七个维度 包括我们杨院长 提到十二个面向 我们还可以提到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不管这么多 范围也好 领域也好 我把它觉得 应该总结这四大面向 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个刚才刘姓会长 已经提到 有历史上的鬼谷子 历史上确有其人 包括很多的学者 在研究这个鬼谷子 他的这本书 包括研究这个人 究竟是在哪生 在哪成长 有哪些事情发生 研究历史上 这个鬼谷子 这是一个 这也不可忽视的 第二个 学术思想方面的鬼谷子 鬼谷子思想博大精深 那么研究文章也好 文章从古至今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 在思想研究方面 文章很多 包括我们杨院长主持的 搞的这些论文集 古至军用 我们里面可以看 闪述里面的学术思想 非常丰富 国大精深 这是他第二个面向 第三个呢 宗教上的鬼谷子 那么宗教的鬼谷子是几千年来 历史上这个鬼谷子呢 它始终是与宗教意义的鬼谷子 同时存在的 同时存在的 同样在人们生活中 社会生活中发生巨大作用 包括到现在 包括到现在 这个鬼谷子在中国历史上 可以说是一位由真实人物 转化为宗教人物 和传说人物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我们现在海峡两岸 包括大陆的很多地方 都有鬼谷子的遗迹 这些遗迹很多地方 都是以宗教的形式和面貌出现的 这不是我们现在历代都是这样的 所以宗教上的鬼谷子 也是鬼谷子 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第四个呢 叫民间传说的鬼谷子 凡是有鬼谷子遗迹的地方 都有大量的民间的传说 民间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呢 它都非常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很多 而且这个故事呢 有鬼谷子关于鬼谷子出世的一些传说 有鬼谷子智慧方面的一些传说 有鬼谷子授徒 它因为鬼谷子呢 有很多的徒弟 有很多的弟子 这方面的传说 包括鬼谷子 惩恶 承恶 扬善方面的传说 非常多 非常丰富 所以讲呢 这个 历史上的鬼谷子 学术思想的鬼谷子 宗教的鬼谷子 那么民间传说的鬼谷子 这些面向 这些范围都是同时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几个面向 为什么要这么讲 包括刚才几位教授 几位专家 也都提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么提 我觉得它具有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鬼谷子它有这个 它的这个宽放性 它这个角度和焦点 非常丰富 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 不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们认识它 也有那么一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 大陆 台湾 在鬼谷文化的交流方面 近二三十年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越来越深入人心 越来越深入人心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中间呢 一开始两岸交流 我们都在谈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鬼谷文化 但是呢 你会发现 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是我们谈的一个话题 但是又是两股道 两股道 这个很多的学者 教授 特别是大陆过来的一些专家 他们讲呢 在讲历史上的鬼谷子 和学术思想方面的鬼谷子 可能比较多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 我们的文心中 文心圣教 我们的弟子们 刚开始可能会听得 不太那么顺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鬼谷子 天地完人 古今伟人 圣人 那么你们怎么讲 鬼谷子还有出生 还有 什么时候过世 哪个年代 这不是对鬼谷子的不敬吗 反过来讲 我们 咱们的这些弟子 在讲鬼谷子宗教方面的运用 那么有一些人呢 包括大陆的一些学者呢 一开始听得也不那么顺耳 说鬼谷子是个思想家 教育家 学术思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怎么会把它 所谓是宗教方面的 怎么是虚无的呢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好像互相都在 没有指出来 但是互相觉得 你大陆 你们对鬼谷子不敬 大陆的学者呢 感觉到 咱们这个 你把他宗教 把鬼谷子虚无化 其实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 其实呢 连这两者 这么交流 都有一个大的前提 都是对鬼谷子文化 对鬼谷子思想 充满了无限的崇敬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是恶意的 但是呢 面向不同 角度不同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某些的一些 其他的不太好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 我们火炎禅师呢 大智慧 给大家指点迷津 给鬼谷文化 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我曾经请教火炎禅师 我就想 鬼谷文化 我们现在有学术 有着讲学术 有着讲宗教 究竟怎么回事 火炎禅师呢 就拿出了笔 拿着一张纸 给我画了一个佛 画佛 也画了一个图 然后写了两句话 这两句话叫做 学术 造就 宗教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叫做 宗教 包容 学术 哦 从这里 我感觉到 我们应该正视 鬼谷子 他思想的博大精深 他的面向这么丰富 这么丰富多彩 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讲明了 然后大家可能有的 猛一听刺耳就不刺耳了 猛一下 一开始不太舒服 就感到舒服了 就感到舒服了 我想呢 我在大陆 我们很多的同胞 很多的人问我 说火焰禅师过来 火焰禅师 咱们这个微信圣教 是佛教 我说不是 又说哦 是道教 我说也不是 那是什么呢 我说这就是鬼谷文化 鬼谷文化 它里面既有佛 又有道 更有鬼谷文化 鬼谷中宏家 还有儒家的一些思想 但是呢 跟佛 道 也都有区别 都有区别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前几年到花莲道场 我们花莲道场 咱这个 住持 他就讲 师父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让我们学 不但要学 我们现在 这个 天德经 还要学鬼谷子的 这个学术思想 我们都在做功课 看我们都这样 这样的话 思想 这个学术上的鬼谷子 和宗教方面的鬼谷子 在融合 在融合 所以呢 鬼谷子文化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包容性非常强 非常博大精深 我们承认它的博大精深 为什么我们不承认 有几个面向呢 所以呢 鬼谷子文化呢 还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特征 我想一个包容性 刚才讲了包容性 第二个它的和平性 我们这个宗教是非常和平的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包括西方的一些 我们讲多少多少是战争 西方的一些战争 有很多是宗教方面的冲突战争 但是我们中国 基本上除了太平天国 那它是拿西方宗教过来以后 发生过战争 其他的我们的没有宗教方面的战争 因为宗教去冲突去打仗 一门没有 没有 我们是和平的思想 第三个 我们还是个明白的思想 火炎禅师把鬼谷文化 那么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大家 让我们大家在生活中 在我们的工作中 包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运用 给大家造福 让大家感到幸福 获得圆满 所以它又是非常明白的 它不是说非常玄妙地 让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非常明白 它既是包容的 又是和平的 同时它又是个明白的文化 明白的文化 所以我讲了 它具有 我们讲这个 它具有现实意义 之所以刚才大家不约二童 都提到这个问题 说明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提到意识日程 应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大家正视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面向 大家共同去对研究 去弘扬鬼谷文化 把它拿过来 为我们现在运用 为我们的将来 让它产生作用 那么正因为这样 我们近三十年来 鬼谷文化 在台湾 在大陆 在全世界方方面面 越来越热 我们说是三十年不衰的 鬼谷文化热 鬼谷文化现在应该讲 是风靡大江南北 跨越海峡两岸 然后影响海内海外 影响海内海外 那么这些盛况 我就不用讲 我们在这大家都体会到 都体会到 所以最后我想 这么几句话 叫做鬼谷文化研究的面向 它们之间有同有义 有义 差异的义 区别那个义 正是这些共同之点 和差异之处 形成了鬼谷文化的 丰富多彩 博大精深 然后鬼谷文化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应该相互融合 相互尊重 相互补充 然后相互交流 相辅相成 相邪共进 大家共同努力 弘扬鬼谷文化 创造美好未来 那么鬼谷文化研究的 种种面向 各个领域 都有其历史上的渊源 都反映了鬼谷思想的博大精深 也迎合了当代社会的 生活的需要 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我们分析这些 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 有助于各个领域相互影响 相互借鉴 相互交流 相互促进 使鬼谷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更加深入 更加有效 毁言禅师 全力推动 海峡两岸鬼谷文化的交流 担惊截律 绝功至伟 必将影响世界 标秉使策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院局长 院主席 也是银蒙山鬼谷书院的院长 办公室还在吧 还在 我们谢谢他 我特别请他 就把这整个历史 跟各位大家作为一个 比较完整的报告 我想他最后的结论 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面向是很广 以我个人来说 我是比较把它摘要 一个就是所谓一个智慧型的战略磨裂 就是所谓的这个兵学 一个就是所谓的术以义 就是我们维新宗 维新圣教 实物带领大家的 就是在于所谓的义经风水 第三个呢 就是有关于沟通 说服谈判的策略 技巧 磨练 那么另外一个是出事学 就是养生 什么健康 心灵成长 这是我这朋友 把它变成四个面向 我们谢谢这个院主席 本段节目由 台湾维新世界